我女兒怎麼死的啊 妹妹!妹妹! 快點去吧 快人來囉 要記得找他們囉 說話啦! 不要說話不及啦 你怎麼害她啦 我女兒在躺在那裡耶 啊你如果今天你根本就沒那個心 你沒想要做這些事情 你會覺得不耐煩 你會覺得很不爽 你會覺得怎樣怎樣 你就要那些事 還是要怎樣 你就不要做這些工作嘛 你不要吃這份頭肉嘛 你不要吃這份頭肉 鳳梨聽有保姆虐通案翻車擊道歉 誠意開酸 這就是八九的私刑正義 我一定會抓扛的啊 網紅鳳梨叔叔過去替刺青師朋友刁駁發聲 控訴保姆虐嬰致死 導致女嬰頭部才出現重創反應 當時引起一群氣憤的網友 去保姆家丟雞蛋撒明紙 經檢方兩年調查後 證實女嬰體內驗出的K他命反應 綜合試證判斷刁駁涉嫌 使用毒品導致女兒吸入毒煙 副作用導致他跌倒撞傷頭 媽媽那邊說 是小朋友走路然後跌倒撞到這樣 撞到這哪有可能 這哪有可能的啊 你用正常邏輯下去想嘛 怎麼可能會這樣 鳳鼠墩還私訊我 然後還說 山菁怡下次強一點不要小弄弄 王廢我覺得你很厲害 過去長看叔叔隔空對象的陳怡 這次又來大弄弄叔叔了 針對女嬰事件他怒迴 這就是八九的私心正義 最諷刺的是害死女兒的是刁駁自己 還好意思以受害者之之霸凌保母 叔叔齁 有叔叔的沒奶 有叔叔的苦衷 即使叔叔剛剛發完道歉 但仍難逃網友的輿論壓力 從今天開始 全部都怕以前 說到叔叔的黑歷史 也被挖呀挖啊挖出來 在19歲時 成片一名高雄阿嬤47萬 最後服刑入獄 他一直問你阿嬤找到我回頭 對啊 其實這個東西 也不好說因為 阿嬤也過世了 所以這件事情我一直不願意再去 重新談這件事 是因為我不想再造成 受害家屬的兒子傷害 那畢竟他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情 或許我不一定做得很好 但是 我該負的法律責任 應該也負完了 那社會責任 可能還沒有負完 但是我會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那盡可能的多做一些 讓大家可以接受的事情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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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世音普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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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叔叔曾經上 9man89系列的就是要對決 整料節目曝光 引起不少人爭議 最後他在粉專道歉 決定將參與拍攝的片段撤下 所以正片完全被一剪沒 9man的youtube頻道 這個youtube頻道呢 是在講八九單元 然後就開始被很多網友抨擊說 你是在助長這種八九風氣嗎 當八九很低嗎 你只能夠當八加九 你level低的原因 就是你連卸鬥都不行 你只會怎樣 你只會說 剛好就好 不然有空來有公司泡茶 你就只能夠當八加九 你就是最低階最低階最低階 所以他每次在那邊吹捧什麼 他組鳳梨屬屬19.5 我就不屑一顧 我就轉頭去看我們家翔翔 19.5公分不含頭 從頭到尾都是他自己說的 拜託沒有人證耶 就跟你說你公益捐款一樣耶 沒有證據的事情耶 今天19.5公分是誰講的 你自己講啊 我真的一定要幫羅志祥平反 有人說我們家翔翔快軟短小嗎 有人說我們家翔翔沒有一支獨秀嗎 沒有 翔翔就是一支獨秀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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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